另外地震重灾区的玉里镇供水的问题也备受关注 那么台水是从918强震后至今 一连三天的24小时是全力的抢修之下 也都逐步修复部分的区域供水 不过由于埋在地底下的管线灾况是难以目视察觉 也增添了灾修检测上的难度 因此台水也商请了全省厂商 共12组40人全面的来抢修 并且也调度了全台区处巡水车来支援送水 同时设置了40个的加水站来供水应急 也请民众共提时间 918强震后台水成立灾变中心 并在玉里重灾区成立前进指挥所 一连三天24小时抢修 直不修复部分区域的供水 但由于埋在地底下的管线灾况 难以目视察觉 也增添灾修检测上的难度 全省的厂商过来 现在目前大概有12组的厂商在进行抢修 那人数将近有40个人 当然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地方 因为地裂了 断层造成的这个漏水的部分 也漏到地底下去 整个水还是冒不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还要利用我们的检测人员 利用高科技的仪器来做这个管线的巡检 所以在修理上当然跟台电或者是电信来讲 我们在这个修理上是南上10倍以上的工作 这是相当监济的一项任务 台水积极作为 调度全台人力物力资源 进场支援 目视或检测到灾况将近100多件 都已经进行抢修中 但埋在地底下的自来水管线灾修检测不易 修复抢修作业 签一法动全身 但是为了让民众有干净卫生的民生用水可用 台水规划机动性的供水服务 那我们也在本身的加水车以外 也另外商勤了我们的各区处的水车来支援 目前有8台 那今天还带有7台总共会有15台 在各个供水区域 我们做一个巡回的一个送水 那另外加设了一个临时加水站 加水桶的部分已经设置了完成 那今天还要在陆系再增加20座 总共有40座来做一个供水送水 相关巡水车送水及40个加水站 都可以在台水官网查询 另外在管线巡查抢修过程中 也会影响到供水量及其稳定性 台水也呼吁民众 有水就先除水备用 并请解液用水供体时间 记得是玉兰玉礼采访报道